在北京延庆区石峡关长城脚下,有着这样一个带有长城文化特色的村落——石峡村。 5月14日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巴达领阵石峡村的村民们回信, 对村民们自发守护长城、传承长城文化,并依托长城资源走上致富路表示欣慰, 同时希望他们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、保护长城,把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。 近日,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长城脚下的石峡村。 咱们石峡村是一个写信的村民,异常兴奋,非常振奋。 受到总书记的回信,我们巴达领阵的八千九百多名村民感到莫大的鼓舞, 同时我们也身上感觉到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。 由于长城的保护和传承,是我们生在长城脚下村落和村庄义不容辞的责任。 这些年,我们建立了自己的长城外保护队,由一开始的几个人变成了几十号人。 村民古同富也是长城保护队伍的一员,尽管一年于古期, 但他仍然会定期和村民们一起上长城巡逻。 我们从小对长城有一种深厚的感情,就跟家一样,有着破坏的呀,就心疼他。 那天听着习主席是不是,给咱们回忆奉信,其实我们心情也挺鼓舞的。 对我们这么多年守护长城保护长城也给了一个肯定,同时也对我们一个鼓励。 石家村始建于明朝,留存多处历史遗迹。 近年来,该村大力发展以长城文化为特色的民宿文旅产业, 不仅带动了石家村的经济发展,村民的收入也得到了很大提升。 步入石家村,映入眼帘的是一家名为石光长城的特色民宿。 十年前,年轻人贺玉玲选择返乡创业,在石家村租下院落运营起石光长城精品民宿。 十年间,他的民宿规模不断扩大。 我是14年来的这个村,其实现在我自己封闻是我是石家村的新村民, 其实选了好多地儿,最后为啥选择这个石家村? 因为这个村是长城资源比较丰富,这四面都有长城。 来这个村其实这个路没这么好,包括村里边这个老房子,老院子。 所以我来的时候,好多人都在说,这么一个环境你怎么去经营? 其实我自己也感觉着,也是一个情怀吧。 从小长城脚下嘛,现在我们是在石家村租了18个院子。 住宿的院子,其实每个院子都能看着长城。 其实这也是望长城,体验长城这种文化。 从十年前的闲友游客,到如今的人气旺盛, 石家村党支部书记李汉东见证了村子焕然新生的每一步。 就是这个村村一共是二事。 一,依靠长城这个发展,人们现在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,什么都不去。 这就是长城给我们带来了多么的资源。 在周末、节假日、暑期这会儿,一会儿都饱满。 如今,依托长城地理优势和文化资源的民宿文旅模式, 从石家村逐渐拓展到了全区。 截止到目前,延庆区全区的精品民宿是有370亿家, 有791个民宿小院,我们能提供7400余张船位, 也是带动了我们延庆本土的就业700余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